对于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关于防疫管控的这样一个措施 您是觉得不合理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像学校啊 包括小区居住的小区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核酸检测 您是认为这个 它我给你讲了 它是所谓的找发现找报告找隔离 它这种所谓的健康筛查 它是违反全人病防治法规定的 长海病防治法规定的说 你这个防控的对象只能是病人 疑似病人密接 你对健康人群搞什么核酸检测 搞健康筛查 这逻辑是很可笑的呀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的 我再说一遍 按照这个逻辑 那么所有的上海市所有的卫健委系统的领导 要全部进行精神病检定的 对吧 第一 精神病患者是不适合做领导工作的 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的决策和部署是不正常 不靠谱的 他会给全市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对吧 那么第二 卫健委系统的每个领导 都可能具有精神疾病 都是简在的 潜在的精神病患者 第三 为了保证全市人民的健康着想 本着找发现 找报告 找治疗的原则和目的 建议卫健委系统的每一个领导 都去做精神病检定 持48小时内 精神正常的鉴定报告 上岗工作 这样我们才放心 知道吗 就是你按照他们这种逻辑 来让他们做精神病检定 看他们能不能发现 这种决策的可笑之处 或者说愚昧之处 好的 那我这边会记录下这个问题 帮您先反护上去 合适确认一下的 主要是您对于卫健委 他们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您是不认可 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 是违反了传染病的 这样一个防治条例的 对吧先生 传染病防治法 对 第一个是违法的 第二个呢 他这个逻辑是非常可笑 荒谬可笑的 如果他这个逻辑 对正常人做健康财产 他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那么他们卫健委 所有的领导 都要进行精神病检定 18小时内 或者24小时 精神正常的进行报告 才能上场工作 不然我们全市人民不放心 怎么能用精神病 潜在的精神病患者 来做决策和部署呢 那这个关于这个问题 那我会帮您记录 我返回上去的 先生 那让管理部门去进行 核实处理 一定要回复 那请您留下来的电话 就这个电话 好的 请问您贵心啊 先生 免贵是用麻 好的 那请您保持电话的长头 我抱你 我是保安区疫情的排查人员 今天做核酸没有 你是来吹我做核酸的是吧 不是吹你做核酸 就是说跟你说要做核酸 并不是吹 谁说要做核酸的 你告诉我 我刚刚打完电话 到市服务热散电话 你们再逼我做核酸 我就跳楼 你给我听好了 这电话有录音 你是逼我去做吗 并不是 并不是 就是说要告诉你 要做 我不知道吗 我转心要做 如果我们不做核 拒绝做核酸 都要怎么样怎么样 罚款拘留 好啊 我就不做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防控区 防控区的地方 你知道什么人要做 什么人不用做吗 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你们不要把我把人逼绝了 你那边是不方便做核酸是吗 不是方不方便 合理就做 不合理就不做 好的好的 有电话录音的 我跟你讲 你要清楚 你现在是 让我去做吗 还是 还是建议我去做 我不是 让你去做 只是跟你说 最好去做一下 因为我们 现在是 这个样子 打了疫苗也没有用 是吧 你觉得这样 越筛选 不是越多吗 人 不筛选 反而还没事 到底我就不用 跟你讲了 你是代表 哪个地方 打电话过来的 长安区 是义工是吧 工作人员 好 我知道了 就是建议 最好去做是吧 我们是按照 市政府 应该是每个人 应该都要去做 不对 都好到20号 不对 根据传染版防治 39条 第一核酸检测的对象 应该是病人 第二是日期病人 第三是医疗工作机构 内部密切解 第二 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管理条例的51条 新冠已经不属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所以国家早已经 常态化管理 很多地方的领导 已经被抓了 就是因为过度的防疫 你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跟随 跟随 好的 那先这样子吧 我已经通知到位了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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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